本土确诊数是不断的攀升 指挥中心日前祭出了旅游团三剂令 除了五种状况之外 其他出团都得要打满三剂的疫苗 而这消息一出 马上就掀起了一波的退定潮 旅行社就是首当其冲了 有业者在六月之前行程 是高达有九成都被取消 新年旅游你好 依照旅行社电话接个不停 大多都是要取消行程 因为指挥中心日前祭出旅游三剂令 团绿得打满三剂疫苗才能出游 本来三月以后 今年的国旅市场一片看好 而且也非常的蓬勃 那结果这个三剂令一发布下来之后 变成把原本旅行社已经要从家户病房走出来 结果政府的一个指示 又把我们打进去家户病房 本土确诊个案接连好几天破千例 中央祭出三剂令 疫苗得打好打满才能出团 但有五种例外情形 包括12岁以下孩童 12岁到18岁已经打满两剂的青少年 18岁以上打完两剂但未满12周 医生开力证明不能施打所有疫苗者 以及闭旅家族旅游等特定团体旅游 但尽管如此回流的消费者并不多 旅行社一片哀嚎 光是4到6月的行程就被取消了大约9成 最近订单取消的部分 大概在一般的业者大概5成到9成之间 那我公司的部分在6月底之前的一个订单取消 大概是在9成 团体的部分大概都延期 疫情爆发前国旅市场一片光景 业者形容他们就像是从家户病房出院又被送了进去 相关退费问题夹在顾客还有饭店业者之间左右为难 病毒没有办法清零 但是我们也希望与病毒共存 但是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个阶段 我们旅游业所有的团是已经清零了 那因为这次并没有所谓的三级 所以在整个饭店的定金或者是离岛的机票部分 它是不能做所谓的去退款 那可能我们必须跟饭店去沟通协调 疫情延烧要清零似乎已经有一定难度 如何和病毒共存在防疫还有生活达到平衡 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